作词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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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也被痛苦逼迫不能去入修行 所以 地狱 恶鬼 旁生 这三种都不具足修善法的因缘是无瑕之处 常寿天就是无想天 其中无想天这种天人 其中无想天这种天人除了在最初受生和最后死亡的时候升起心念之外 其他时间 心和心所根本不现行 所以 或者自身根不具足 是痴呆哑巴等等 都不可能了解佛法 也就是说 在无佛出世的时代 没有佛说法就见不到佛法 在没有四众弟子的地方 得不到人传授 也不知道佛法 自己的六根有残障 也不能领受佛法 除此之外 自己持有邪见 认为没有前后事 没有因果 没有三宝 虽然有正法注释 也不能信解 以上这八类 落在其中的一种当中 就没有因缘修法 远离这八种无瑕 就是具有闲瑕 接下来 满是修法的因缘圆满 包括自己方面的五种 和他人方面的五种 总共十种 先说自己方面的五种圆满 一 得人伸 就是没有生在三恶趣 或者阿修罗界 天界等的伸处 有幸生在人道 得到了人的身体 二 生中土 就是没有生在边地等其他地方 而是生在佛法兴盛的中土 三 根具足 在中土的人类当中 也有痴呆 阴亚等等 而自己生性不是呆亚 诸根具权 四 夜未倒 纵然诸根的功德都具足了 但如果夜颠倒 舍弃善法 直持恶法 也没有因缘修道 但自己在造业方面 没有颠倒善恶 五 信圣教 圣教就是佛所传的教法 经律论三藏 内心相信 这是世间和初世间 一切白法的依处 或者出生之处 叫做信圣教 他人方面的五元满是 一 佛出世 如果佛没有出世 即使得到人身 也是处在无佛出世的时代 无缘修法 而现在释迦佛 经过三大阿僧奇节 圆满福会二种资粮 在印度金刚座 现前正等觉 而成佛 而且在这个世间 硬化 这是得到第一种圆满 二 说正法 有些佛 虽然化身出现在世间 但不说法 因此也无缘修法 现在释迦佛出世时 圆满宣说了一切世间 和出世间的正法 这是得到第二种圆满 三 圣教注释 虽然佛宣说了正法 但如果生在正法 隐没的时期 也见不到佛的教法 而现在 生在佛的末法时代 世间还有佛法存在 这是得到第三种圆满 四 去入圣教有正轨 正法虽然注释 但如果没有能去入正法 真实义的正确轨道 也得不到佛法的真实密义 现在遇到了各位菩萨 祖师 开显佛语密义的论事 教研 修行引导 这是得到第四种圆满 五 师等助缘具足 师是指善知识 等 是指提供自己修法助缘的师主 护持自己修道的同行善友 便于修法的处所设施等等 如果不具足这些助缘 也难以修法 而现在基本具足了这些助缘 这是得到第五种圆满 以上讲的八辖十满 归纳起来 就是辖和满两方面 辖是指远离修法的为缘 满是指修足修法的顺缘 二 辖满难得之相 一 以因难得 单单生在善去 也要以持戒等 修一种清净善法作为因 而得到具足八辖十满的人身宝 就更需要以圆满的善法作为因 也就是需要以清净界作根本 以布施等作助办 以清净发愿作结合等 要修集很多善根 意思是说 单单得一个人身或者天生 至少需要以一种清净善法作因 纯是恶法作为因 当然感不到善去的果 特别的观察 在善去当中 具足八辖十满 这十八种善果的人身 是殊胜为妙的身 他之所以远离种种修法为缘 和具足自他方面的种种顺缘 不是没有因缘 侥幸现前的 每一个都是从各自相应的因缘感德 所以 狭满人身的因是很多的善根 既要具有清净界这一根本 又要修布施 供养 恭敬 慈 悲 喜 舍 闻 思 修 等等 作为辅助 不然 怎么能在这个身上 现前种种修法的顺缘呢 而且 前世要以清净的发愿 设持善根 专门在成就自己修法的方面回向 比如 常见的发愿 获得人身 住在中国 童真入道 正信出家 常遇名师 等等 总的就是 发愿自己来世 得到狭满人身 只有结合清净的发愿 才能摄持住这种种善根因缘 特定地往获得霞满人身的方面成熟果报 认识了霞满的因之后 接下来就观察他的难得 也就是观察修基这样的因缘是非常困难的 我们从正反两方面思维 正面思维修基成就霞满的善因极为难得 反面思维造机失坏人身的业因极为容易 而且数量极多 比如 在地狱 恶鬼 旁生 这三种恶趣当中 见不到众生在造作能得安乐的善法 不必说清净的善法 连混杂烦恼的不清净善法 也看不到 比如在旁生界 有多少畜生在手持五界呢 有多少畜生在修上供下施等的资粮呢 在地狱界和恶鬼界里 有几个众生刺那生起的善心呢 几乎看不到 又比如在阿修罗界和天界当中 有多少众生手持戒律 行持十善业呢 阿修罗 阿修罗成天斗争 嫉妒 欲天 心都散在五欲当中 上界天 住在病中 不动念 又有多少善念 又有多少善念升起呢 人类当中 在无佛出世的时代 在边地不开化的人群当中 在持邪见者和痴呆 聋哑人的心里 有多少善念升起呢 在这些无暇之处 没有修作善法的因缘 所以善法极其稀少 几乎是零 再说 在佛法兴盛的中土 人们平时都在做很多善法吗 比如在中国十多亿人当中 修持善法的人是很少见的 很难见到人们每天精勤的行善 再看这些行善的人 也只能做一些夹杂着烦恼和不善业的善法 也就是 大多数人在行善时 带有贪、嗔、嫉妒、傲慢的心 带有攀缘的心 显示自己的心 带有追求现世福报的心 求名求利的心 真正做到了清净善法的人 非常少见 这样在阴上很难修积清净的白法 果上当然非常难得到狭满的人生 就像春天在田地里拨的种子非常少 秋天所收的果实自然是很稀少的 再从反面观察 众生处处造极的是失坏人生的因 比如在三恶趣众生的心里 刹那刹那现行的是 是称慧、迁滩、鱼痴等的烦恼 造极的是杀、盗、淫等的恶业 这其中的每一个刹那 都是在造恶趣的业因 在阿修罗界和御天 也只是增长嫉妒、斗争和贪欲 再看人类的造业状况 大多数人、多数时间 都在造极、不善业等的恶法 所以多数是往恶趣里走 而且对于菩萨其称慧心 每一刹那都会感得 常劫住在无间地狱 像这样圆着善知识 圆着佛法僧三宝 所造的深重恶业数量非常多 而这其中的每一个业 都是常劫沉溺恶趣的因 而且自己试田里 还有往昔多生造下的很多恶业 这些业没有赶果 又没有修对质加以摧坏 核算起来 需要很多节住在恶趣当中 这些衡量就知道 得人生是非常难得的 总之 在获得狭满人生的期间 能远离一分一分的修法为源 能具足一分一分的修法顺源 其中的任何一点 都是以修善法作为因而感得的 所以 这实际是由无量节来精勤修善 所感得的无上如意宝 二 以欲难得 一 豪华客机 比如 造一架大型的豪华客机 需要全球几千家工厂 几十万人为它生产各种精密配件 最后装配组装完成 生产 这样一架豪华客机 是非常难的 因为需要极具数以万计的因缘 庞大树木配件的设计 选材 制造 完装 整合 是极其复杂精细的大工程 我们的狭满人生 就像这样难得 因为这个人生宝上 每一份珍贵的修法因缘 都来之不易 二 盲归植木 比如 整个三千大千世界的区域 变成了茫茫大海 在辽阔的海面上 漂浮着一根带有孔洞的木头 被四面的海风不停地吹动 在海面上飘荡不已 深海的底下 有一只瞎了眼睛的盲龟 每隔一百年浮上海面一次 它的头部刚好钻入木头孔洞的几率 实在是太小了 原因 如果木头停在一个地方不动 还有钻进孔洞的可能性 但是木头被四面的海风 不停地吹动 飘荡 如果是面积很狭小的海面 也有钻进孔洞的可能性 但海面是像三千大千世界的区域 一样广大 如果在木头上有很多孔洞 也有钻入的可能性 但只有一个孔洞 如果盲龟眼睛能看得见 也有可能钻入 但盲龟的两眼瞎了 根本看不见木头和木头上的孔洞在哪里 如果盲龟平平地浮出海面 也有可能钻入 但盲龟要过一百年 也就是三万六千多天 才浮上来一次 所以盲龟的脖子 极难刚好钻进这根木头的孔洞 得到狭满人参宝 就像这样难得 这个比喻里说的种种事表示什么 和三千大千世界同等大的海洋 表示众生受生的三界 这个极广大的区域 海面上木头的孔洞 是指得到有闲暇 修法条件圆满的人生 四面的海风不停地吹动 比喻心中斜分别的夜风不停地吹动 瞎了眼的盲龟 比喻无名深重的众生 不知道什么应取 什么应舍 没有打开明辨取舍的慧眼 深深的海底 比喻受报漫长 难以超生的恶趣 每一百年浮上海面一次 比喻在长节受报之后 终于得到一次善趣之身 又下落海底 比喻得一般人参之后 又堕入恶趣 总的意思是说 由于没有开启慧眼 不知道何取何舍 横时都在随邪分别的夜风飘荡 而且一旦陷入深深的恶趣 就长节难出 即使再生到善去 也脱离不开启明和邪分别的状态 导致在三界六道 广大无边的牲畜当中 极难得到狭满人参 三 陷入真恐 就像有人 站在须弥山的山顶上 放下一根线 有人站在须弥山的山下 拿着针迎接 又有极猛的风吹着线 线极难入在针孔里 狭满人参宝 比这还要难得 四 古面撒豆 就像天空当中密密麻麻地 降下豆子 这些豆子要能停留在骨面上极难 绝大多数都落在骨的外面 即使有少许豆子落在骨面上 也立即弹起 吊在外面 得狭满人参宝 就像这样困难 整个山友牲畜 就像一个很大的区域 其中只有落在很小的人类的骨面上 才得到这个最妙的狭满人参 但是无数欲界 色界 无色界的天人 死后像豆子一样 从天上纷纷掉落 怎么也落不到 这个狭满人参宝的骨面上面 他们中的大多数 都掉到骨的外面去了 所以诸天最希愿的 就是死后能生在人间做人 天人们对即将死去的天人 都这样祝愿说 希愿你生在安乐去中 安乐去就是指人 可是大多数天人死后 没有福气升到人间 都掉到恶区深渊里去了 三 以数量难得 在众多的友情种类当中 得霞满人参宝的比例是极小的 经上说 地狱里的众生就像大地上的微尘那么多 恶鬼就像弥满虚空的暴风雪的雪历那么多 旁生就像九糟那么多 相比于恶趣众生 善去人天的数量 就像指甲上的尘土那样少 又说 六道各种种类的友情和上上相比 下下的友情像大地上的微尘那样多 和下下相比 上上的友情像指甲上的微尘那么多 有人会问 为什么下下的友情数量这么多呢 这要看到在阴上 友情造恶业的极多 造善业的极少 而造恶业的人当中 造深重恶业的人极多 造轻微恶业的人极少 所以就像走在非常光滑的冰面上 很容易就滑倒在地一样 所以在无数种的友情当中 得到狭门人生是极其罕见的 帕当巴尊者说 总体上看 诸多的友情生时 几乎没有得人生的 个别地看单个友情生时 他得人生也只是有可能性 意思就是 把这无量无数的友情的身 放在一起看 清一色的都是非人类的身 几乎见不到出现一个人 而针对每一个友情来看 看看你我他能不能得人生 也只是有一点可能性 一戳百戳 有人会想 受恶趣苦 只要消尽了往昔的恶业 就还可以生安乐善趣 所以不难脱离 其实 生在恶趣当中 正受苦时 时时刻刻都是生恶念 造恶业 所以从恶趣死后 还需要转恶趣 非常难解脱 古人说 今生若不休 一戳是百戳 今生不休的话 就会一戳 而连着一百戳错过 这个人生最难得到 又最容易失去 一念之差就落入恶趣 三徒进去容易 出来难 七佛以来 犹为遗址 八万劫后 未托歌声 就是佛经上说 有一些蚂蚁 一直到七佛过后 还是做蚂蚁 有些鸽子 经过八万劫 还没脱掉鸽子的身 所以我们得人生很难 遇佛法更难 遇到极生成就的法门 能够信受 更是难中之难 如果这一生错过 那一天能再得人生呢 又哪一天能再遇佛法呢 又哪一天遇到极生成就的法门 而且信受呢 这何止是错过百生 是错过千生 万双 乃至无穷生啊 我们去观察 自身 瑕满的各个方面 都是由前世的善业因缘来的 要有清静皆 清静善法 清静愿 非常不容易 比如坐在这里看一本经书 安心地坐上三个小时不受打扫 那就是莫大的轻浮 身心是健康的 不瞎也不痴呆 看书时没有写见账在心里 又有清静的善愿愿意学法 这样念念心愿愿愿法 世上有几个人有这样的福呢? 从这里去体会 哪点不是前世的善根因缘所感的呢? 这样去算 才相信以无量劫来的因缘 才造就了霞满人参宝 要没有无量的善业因缘 不可能出现这么好 这么圆满的身 比如 现在教一个小学生 哪怕教会他写一个字 都要好多天 何况真正让他去行善 去持戒 去发愿 去常年这样做 这要积聚多少因缘 才能让他自愿这样做啊 而这样所做到的 是非常稀有珍贵的善根 我们今天学法的福分 就是由这样的善根感得的 所以现在 哪怕有两分钟学佛法的安闲 也都是珍贵的福报 也许你认为两分钟的安闲 不算什么 我要问你 以众生躲在地狱中的处境来说 它在亿万年当中 能出现这样的两分钟安闲吗? 像人间坐在这里 安心地听佛法 他多少一年也梦不到 又比如一只黄牛 在他一辈子十来年里 出现过一刹那这样的福报吗? 他能享受到这样的轻浮吗? 他前世没有种这样的因 只有在劳苦中度过一生 又比如地球上不信佛的人 在商界、政界、学界、演艺界的人 谁有这样的两分钟呢? 这才理解顺治皇帝的出家诗 百年三万六千日 不及僧家半日闲 这个僧家半日闲 是皇帝身上求之不得的 所以他羡慕这样的轻浮 他求不到一天安闲无事 这样才知道 我们身上拥有的是修法的轻浮啊 北聚如洲 天上的人有福报 但不是霞满 修不了佛法 整个北聚如洲人的福报 加起来比不上我们现在 一天闻思修的福报大 人间一亿个比尔盖茨的福报 也比不上我们半天学法的福 这才知道霞满的珍贵 这才知道有半天的听法、学法 是所有的北聚如洲人 所有的御界天 一亿个比尔盖茨都得不到的 好好想一想 为什么我们会把这么宝贵的时间 白白地浪费掉 像把如意宝随随便便扔掉一样 用它去搞贪嗔痴 把一亿两黄金买不来的狭满时光 拼命在手机上哗啦哗啦地打发掉 这是糊涂到何等的地步 真正懂了人生难得 还会问今天该不该上网打游戏 该不该看电视 该不该上饭店 该不该参加聚会 该不该旅游 该不该装修 该不该逛超市 该不该花几个小时去美容 该不该花半天包饺子 该不该去种花养鱼 该不该弹琴 这些通通都没有了 所以了解了人生的珍贵 即使用亿万美钞 跟你换一寸光阴 你也不会换 你有这种珍惜霞满的观念 给你一万辆小车 换你三分钟 你也不换 如果有人说 你今天浪费三分钟不学佛法 就给你一亿美钞 你会拒绝说 我不要 古人就是这样 他不愿意把宝贵的人生 用在无意义的世上 像卡拉贡琼格西 要出山洞 有一种荆棘挡住了洞 他正想去砍石 转念一想 霞满这么难得 怎么能浪费 所以珍惜霞满的人 哪怕用一两黄金 去买他像无意义的事 走一步 他都不愿意 到天一万块钱 拉他出去吃饭 他也不要去 不用说两三个小时逛超市 就是超市的老板 把整个超市给他端过来 他都不看一眼 就算半壁江山送给他 他都不要 何况区区的五欲 这时让他浪费时间 是一万匹马也拉不动的 肯定像锥子插入地中一样 没有人能把他从修法当中拉出来 像古德 皇帝请他做国师 他宁可断头也不去 这个道比去皇宫受伤 都看得重 比当国师都看得重 所谓的世间娱乐 上网 看电视 打手机 看报纸 这些 都只是糊涂人 才会做的 接下来 我们再观察一下 欲佛出世难 比如 从皮婆师佛开始 先后有 师器佛 皮舍佛出世 然后 在无数节中 无佛出世 成节过去之后 到了住节的 第九 第九小节 人寿六万岁时 居留孙佛出世 人寿四万岁时 居纳汗蒙尼佛出世 人寿减道二万岁时 家舍佛出世 人寿一百岁时 释迦牟尼佛出世 释迦佛灭度 已经近三千年 实质末法 斗争坚固 到下尊 弥勿佛出世 还有五十六亿七千万年 弥勿佛以后 有四个小节 没有佛出世 到简洁的 第十五个小节中 有九百九十四尊佛 相续出世 然后又有四个小节 没有佛出世 到第二十小节时 人寿八万四千岁时 楼至佛出世 然后水、火、风、灾 前后出现 世界已坏 是二十小节的空节 不知道什么时候 佛会出现在世间 所以说 佛出世难遇 我们在遇到时 怎么能不珍惜呢? 如果这一回错过 生在无佛出世的时代 那是一亿年的长夜黑暗 连佛经的一个字都看不到 现在我们遇到了 这样宝贵的佛法 怎么能不珍惜呢? 怎么能不昼夜勤学呢? 像刚才举例那样 对自己所拥有的十种圆满 每一个都应当这样想 稀有啊 人生是这样难得 绝大多数的云云众生 只得到三恶趣和天人阿修罗的身 我这次得人生实在是稀有啊 又想 稀有啊 佛陀出世极难直遇 大多数时间都没有佛出世 而我竟然生在释迦佛出世的时代 遇到了佛的正法 实在是稀有啊 又想 稀有啊 能行正道 断恶行善 实在太难 现在人间 大多数的人都支持恶法 舍弃善法 而我这一生竟然能夜不颠倒 一向断恶行善 实在是稀有啊 又想 稀有啊 我竟然遇上能去入无上妙法的正轨 那么多人都没有机会去入佛法 即使信了佛 也不知道怎么去入修正佛法 而我竟然能去入 实在是稀有啊 像这样 每一条上都看到 有极多数量的众生不具足 而自己竟然具足了这一项功德 所以不应当虚度 像这样一一的思维 八侠十满中 具足一项也非常难 而自己已经全部具足 自己竟然得到这样殊胜的修法所依 这不是昙花一现吗 要想到 像这样殊胜的人身宝 过去难以得到 将来也难以得到 所以这一次 务必要用它来承办大义 如果得到人身宝的今生这段时间 没有用它修持菩提 将来断断不可能再得这样的人身 决定漂泊在五边的轮回苦海中 素是多少积资净杖 才成就的这个人身宝 不能散乱在世间现世的琐事上 唯一要修持菩提 这一点极其重要 极天菩萨说 由依人身法 当度大苦流 此法厚难得 余末时中年 金二瓦格西是我们修行人的榜样 他彻底舍弃的睡眠 一生精进持诵不动佛的心咒 到他缘吉时念到了九亿 他的上师大于解师对他说 法子啊 有时要调调身体 不调身的话 有四大衰退的危险性 他说 是这样的 但一思维起 狭满难得 就没有睡觉的空闲 要像这样 下至一刹那 一弹子的光阴都不浪费 三 思维获得狭满 能摄取大意 一 什么不是摄取大意 世间人都把人生的意义 错误地建立在 获取心外的五欲等法上 其实这最多是小意 不是什么大意 所调摄取大意 就是像人在宝山当中 用手去摄取珍宝一样 用这个狭满身 去摄取解脱成佛的大意 游山玩水 脚走走 眼看看 上黄山揽胜 去长江畅游 看所谓的壮丽山河 看所谓的小桥人家 这并不是摄取大意 这并不是摄取大意 收集邮票 古董 学习电脑 设计 城市 把房屋装饰得富丽堂皇 摆满一屋豪华家具 高档电器 这也不是摄取大意 掌握很多现代知识技能 这也不是摄取大意 拥有财团企业 亿万资产 这也不是摄取大意 擅长琴棋书画 练就一身功夫 这也不是摄取大意 仪表堂堂 口若悬河 谈古论金 能歌善舞 得到亿万观众的喜爱 也不是摄取大意 仕途中直步青云 当选为国会议员 首相 总统 这也不是摄取大意 世间的科学家 哲学家 取得种种成果 这也不是摄取大意 商业巨头 成就种种事业 这也不是摄取大意 所有的外道仙人的修行 哪怕修道飞翔飞翔天 也不是摄取了大意 他们都用错了人生 所有运动会中的蹦蹦跳跳 所有世间的影视小说创作 只是无意义的浪费人生 多少演唱会 运动会 搞多少科技发明 都不是摄取大意 生产 生产多少套服装 多少辆汽车 建设多少城市广场 立交桥 地铁高速公路 放多少卫星上天 开多少太空船登月 都只是人生小异 世间所谓经济界 政治界 科学界 文艺界 体育界 在那些领域得到名声 地位 成就 事业 都不是摄取大意 没必要把大量的时间 花费在这上面 即使用尽了一生的心血 也不如学习佛法 一个寄送的利益 凡是障碍善用霞满的 那些东西都要拨开 才能成就生命的大意 二 什么才是摄取大意 道理是简单而明了的 用我们的霞满来文思修正法 就是摄取大意 修好自己的心 觉悟自己的心 在帮助他人觉悟 就是摄取大意 其他都是虚假的 这个身成了修持菩提的所依 这就是极大的意义 具体一点说 只有在这个身上 才能发起普焰三界的出离心 受别解脱界 修行解脱道 只有这个身 才能发成佛度众生的菩提心 才能受菩萨界 修持六度万行 只有这个身 才能深入波折 明心见性 光明大圆满等 才最容易发起 信愿型 往生净土 所以 我们这次获得 霞满人参宝 就真正成为 修持大菩提的所依 在这时候 应当日夜不断地修菩提 就像商人进了宝州 要摄取如意宝一样 假使我们忘掉了人生意大 在舍弃了修菩提之后 去做现世世间的事业 去做世间的学问、技艺 去享受武欲 用在看电影、电视、娱乐、体育 上网这些上 那就是把无价的如意宝 变成成办三恶趣等轮回苦的所依 这有多么不合理 所以 霞满人参 不应当变成造极轮回夜音 更不应当变成造极恶趣苦因的所依 而需要尽量让它成为成就菩提的所依 三 霞满意大的比喻 一 如意宝 比如 转轮王有如意宝 在人民缺粮食时 转轮王就栽戒沐浴 换上洁净的衣服 对如意宝祈祷 在我的国境内降下粮食吧 国境中就降下了粮食雨 人民缺衣服 人民缺衣服时 他就祈祷 在我的国境内降下衣服吧 全国就降下了衣服雨 而我们的霞满人参 是十万倍超胜他的如意宝 能承满无量无边的功德 我们现在已经拥有了最殊胜的如意宝 为什么是最殊胜的如意宝呢 因为可以如意地从这个身心上 涌现无量无边的功德 涌现一切现实和究竟的利益安乐 这哪里是转轮王的如意宝可比的呢 常常要自己庆幸 我自己就是最珍贵的如意宝啊 我今生终于得到最殊胜的如意宝了 三恶曲 天人 阿修罗 都没有我这样的人身宝 我的人身宝 能流现无量无边的微妙功德 能承办一切 暂时何究竟的利益 我要珍惜啊 万万不能糟蹋 二 昙花一现 据说昙花是三千年一开 当佛出现在世间 昙花就盛开了 所以很难遇到 我们得霞满人生 就是昙花一现 无量世以来都没有开花 今生终于迎来了生命的花季 开得这么妙好 在自己的霞满身上 终于开启了觉悟 日夜不断地放出佛性的妙香 拥有了生命本有的尊贵 蚂蚁 蚊蚊蚊虫 并不像我们的心 能开智慧之花 福德之花 愿力之花 能散发广大事业的芳香 这是我们狭满的人身上 才能开花 才能觉悟 才能发出功德妙香 心有厚重的业障 暴障 烦恼障 就不是开花的形态 地上的猪 马 牛 羊 都是没有开花的生命 地狱 恶鬼道理 无数的可怜众生 更是长劫在 祸叶的禅妇中 往受辛苦 他们身上 发不出觉悟之光 发不起 验射轮回 星球涅槃的心 发不起 成佛度众生的心 开启不了 关键实相的智慧 不能自在地 从自己心中 散发无量菩提形的 妙香 所以都是没有开花的形态 而我们是 昙花盛开了 三 最富有的人 看看 我们才是三界中 最富有的人 我们有钱式的 辛勤努力 以极多的善业 愿力因缘 终于成就了 具足霞满的人身宝 拥有了 行持一切佛法的索医 四 登上法界机场 在辽阔的太空当中 有一个人间的小小周岛 其他众生都不断地受生在小岛之外的区域 极难生在这个人间的宝州上 而这个宝州的中心 有一个翱翔法界的机场 我们幸运地生在了人间宝州 又进入了霞满的机场 坐在即将起飞的飞机上 如果这时候不向上起飞 反而跑到机场外去追求五欲 那就太可惜了 其他众生是没办法踏上这个机场 坐上飞机直接起飞 而我们已经有了这个机遇 这时不起飞 更待何时 古人说 此身不像金生度 更像何生度此身 反面的比喻 一 王子 就像一个王子 本来要做同理天下的事 他忘失了自己的身份 走出皇宫 去贩毒 偷到赛马 玩鸟 很多人得到了狭满人身 不去承办菩提 日夜闻思修圣法 却去上网 打牌 旅游 看电视 逛商场 做这些毫无意义的事 就像这位痴迷的王子一样 二 金器装分 这个具有了狭满种种功德的清净身心 就像用很多珍宝装饰的金器 外在圆展乌境界 内在起飞里作意 生起一个个染污的念头 就是在霞满的金器里不断地装粪 这样做就是无意义地浪费霞满 非常愚痴 举一个例子 我们看一小时电视剧 里面有漂亮的男女 出现一个画面 就会起一个贪心 这是欲见众生难以避免的 因为眼睛盯着画面 圆的是可爱的异性 心里有非礼作异 三缘聚合没有不生贪心的 只不过一般人没有自知之明 不认识什么是贪心 其实是心里生起了好感 就已经躲在贪烦恼当中了 按这样计算 一秒钟出现三十个画面 一小时有一半生贪的画面 就生起二分之一 乘三十乘六十乘六十 等于五万四千个贪念 也就造下了五万四千个恶趣夜音 如果看了二十年电视 那就生了一百万以上的贪嗔念头 造下了一百万以上的恶趣夜音 可怜 以大好的人生宝 在自己八世田里 熏入了无数恶趣夜音 一旦熏入 就很难再洗干净 熏一次 就是中一次毒 身心就受一次损害 就会变现恶趣 极为漫长难忍的果报 这就是用精气装分的 急于痴行为 所以 像世间影视 网络书籍里 不清静的境界 一次两次接触 就生起很多世间念头 三次四次接触 就加重贪嗔烦恼 十次百次千万次接触 这个神就已经在地狱里 报到了 这个具有大义的人生 过去即使是一个上午 无意义的空过了 也应当生起懊悔之心 像现在 这个神很快就会失去 所以唯一要用来承办 究竟的毅力 除此之外的一切 无意义空耗都是非常不应该的 大家如果有道心 就应当常常按这样想 不然连修霞门的气味也没有了 从前 医安全禅师 每天到了晚上 一定会流泪说 今天又这么空过了 不知来日功夫如何 他老人家在大众当中 从不和别人交谈一句 连池大师说 我早晨见日出 就会一起医安禅师这句话 我说 现在又换一天了 昨天已成空过 不知今日功夫如何 但我只是叹息 并没有流泪 就此知道 自己的道心远远不如古人 怎么不惭愧呢 怎么不应当自免呢 宋朝的时候 大鱼、慈明等六七个人结伴 参访分扬禅师 当时赶上寒冬 河冬的天气非常寒冷 大家都怕寒苦 只有慈明 自在道夜 昼夜不懈怠 每当夜深昏昏欲睡的时候 他就用锥子刺自己的大腿 难过地说 古人为生死 废寝忘食 我是何等人呀 竟这样放逸 生无异于当时 死无吻于后世 我是自暴自弃 慈明禅师 就这样通宵坐着不睡 后来得到大成就 我们要学古德 对自己虚度人生 常常心生惭愧 这样 常念狭满难得意大 就能舍弃世间现世的无意之事 一心修持菩提 自己这个人生宝就真正成了修菩提的所一 我们看了 《治疗法寺》这篇报告 很受感动 我们这一天 是不是也空过了 天天都空过了 将来的结局 一定要记住 是三卧道 而且是三卧道里的地狱道 我很感恩 这些年来 有几位同修 把这个四十真相告诉我 暂时的时候 我们是好朋友 也互相在一切面丽 走了以后 走了以后 他托梦 他附体 跟我联系 把他 故事的状况 说出来给我听 来警惕我 来警惕我 也来勉励我 我这个年年 我常常 勉励大家 在这个大时代 是地球上 过去 所没有见过 混乱 再变一场 我们有信 像他说的 八种限满 我们得到了 真地是稀有难复 在这个大时代 我们遇到 就近圆满的法门 稳到 快速 容易 熬得不难 人人可以修 人人可以拯救 幸运之民 求生 尽度的法门 尤其难得 海鲜老和尚 给我们做出 最好的修行榜样 万云放下 一心 祝恩你 阿弥陀佛 九十二年 不快晚了 九十二年 一句 接着一句 大概除了 吃饭 睡觉 之外 佛号 不间断 幸运求生 不间断 多长的时间 成就 最短的时间 一天能成就 三天能成就 七天能成就 啊 最长的 三年能成就 我们看的很多 听得很多 我们要极其知识 这样的人生 真真有意义 有价值 是名副其实的 大真有 这篇文章 希望我们 真真想在 这一生当中 成就 往生 净土 亲近 阿弥陀佛 这篇文章 最好 每天 要看一遍 看看别人 想想自己 奋发 陆离 要求自己 这一生当中 圆满 这就 啊 只要这一句佛号 不间断 就行 啊 不许的佛号 断掉 这种事情 说起来容易 做起来很难 不是真心 真愿 做不到 真心 真愿 还要真心 真心 就是真念佛了 一定要知道 这事情是假的 不但地球是假的 太阳系是假的 银河系是假的 变法界 虚空界 都不是真的 为心 所写 为时 所变 啊 心是真的 真心 没有其心 没有动念 没有分别 没有支柱 要用这个心 知道 忘心是假的 忘心就是 其心动念 分别之处 这上来也是 假的 不是真的 啊 能够 放下假的 提起 真实 这一算 真正 就有成就了 啊 古得这四句话 狭满 人生薄 难得 而易 是 得已 应善修 莫灵 空无辜 啊 一定 要往生 一定 要亲近阿弥陀佛 这就对了 好 今天 时间 差不多了 我们就学习到自己 二 一 二 二